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行义拳300问的这样一个节目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关于练武的视频、文章层出不穷 您知道什么是对的吗?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太极拳和行义拳的权利 你把这些原理搞明白吧 然后你练功的道路将一帆风顺 在讲这些问题之前呢,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庞超,是一个武术工作者 目前在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等的平台上 有50万的武术爱好者关注我 同时通过我们的网络教学和实地培训 帮助了超过1万的学员 更好的练习太极拳和行义拳 我们国内著名的武术媒体 中国功夫史和用武之地都分别对我进行过报道 我的大概武术事成脉络如下图所示 在我小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跟着我的叔叔庞恒果老师 练习行义拳和八卦掌 经常关注我们的朋友,大家会知道 那么我的叔叔功力非常的大 他的八卦掌呢,是北京的成派八卦掌 行义拳是耿承信这一支的行义拳 虽然我们现在提起来耿承信老先生可能觉得名气并不是特别的大 过去的武林中人称他为粉面金刚耿大枪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知名的武术家霍元甲在上海成立京武体育会的时候 专程曾经聘耿承信老先生去京武体育会去教授大枪 他对耿承信大枪的评价是精细入微,事所罕见 而且霍元甲的入室弟子刘振生曾专门的向耿承信学习系统的枪术的教程 我从高三开始练习行义拳的战装 大学四年,工作之后三年 几乎每天都坚持两个小时以上的战装 但是后来我发现对于我的功夫提高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期练太极拳,包括一些其他武术的朋友推得我的到处转 但是我深深知道,那么我的叔叔没有骗我 我的叔叔没有骗我,他一定会教我很好的东西 但是呢,我为什么就练不出来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拳练出来 练拳者千万成就者一二 我曾经也一度想放弃过自己的练习内加拳 练习行义拳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后来就因为练不出功夫来 就跟着我们潘安市体校的这个尚延庆老先生 练习儒道和中国日摔跤 那么尚老师教出来了很多的全国冠军 后来呢,为了继续深造 又拜了北京的王同庆师傅 学习中国人摔跤 加微信航空国的PE获得我们十元体验课 但是同时我练习行义拳的这个梦想一直没有破坏掉 那么辗转反侧后来投靠啊 拜于韩玉老师的名下 韩玉老师练习的是上林祥一脉的行义拳 所以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武术上的一个师成的脉络啊 那么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我深深的遇到过很多的挫折 例如迷茫练不出来啊 我的亲叔叔不会对我保留的 但是我就是练不出来 然后经历过伤痛 我拜师韩老师的时候 那么下的功夫比较大 三体式一边站三个小时 然后一天之内 然后这边又站三个小时 然后会出现腿疼腰疼各个情况各种不适应 但庆幸的是我都坚持下来了 到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看了一个日本柔道的教学片 那么他在那个教学片中 日本人清晰的画了一个三角形 支点垂线 那么达纳瞬间一下明白了武术的真谛 就是没有任何的武术原理 是无法用现在的科学进行解释的 从那开始 我们从婚元庄开始训练就注重了三角形 最安全就开始注重了人体的杠杆的变化 所以一步步形成了我们如今的教学体系 也帮助了很多武术爱好者 短时间内提升了功力 但是后来当我想明白了武术的原理之后 我发现 这个东西不能靠偶然的概率呀 所以我就一直存在着一个 广传形异权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那么我把我从 把我从 庞国老师 和韩玉老师身上学到的 尽量原原本本的科学的 翻译给大家 加微信实用行义的P1 获取我们实验体验课 陪着大家一起训练 大家都能练出功夫来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方法是着有成效的 而且伴随着我们 网络教学的一个进步 包括全国教学的一个进行 那么我们目前是全国进行教学 可能下个月在北京 再下个月可能我们就跑到乌鲁木齐 再下个月可能我们就跑到东北 全国游走教学 方便我们这些网络学员 超过一万的网络学员都能够在身边就近的城市 学到优质的核心的内加拳 同时增长功力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以上呢 算是我对自己情况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的功夫很一般 大家在教学中出现不当之处 大家都在包涵 但是呢 我的这几个老师 无论是刑技拳的韩玉老师 太极拳的庞恒国老师 还是中国人帅教的王重庆老师 都是在国内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希望随着我们共同的努力 都能一起把内加拳练得更好